好,我们今次继续讲这个建立熟灵的智慧 因为很多人的生命是浪费了 其实很多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能力 无论你的恩赐有多弱 无论你的财贯有多弱 你的知识有多弱 神都可以使用你 而且可以提升的,可以高度的提升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个心,我可以被神 高度的提升,我生命可以发挥 我可以更有智慧的 神的说话是充满智慧 你和旁边说,我们都可以更有智慧的 我们都可以更有熟灵的智慧的 熟灵的智慧的 首先,之前我们说过就是 神的智慧无法策度 他创造万物,没有什么想象 如何创造我们的脑,这个身体,这个宇宙 如何能够做到这么多伟大的事 能够拯救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事 神是永不永远不会累的 他也都将这个智慧赐给我们 他将圣灵赐给我们 是有比我们智慧聪明的 有很多人,因为他们没有神的智慧 所以他们会浪费生命 又会做工又做不到 同人关系又不好 又发脾气,又不开心,又烦恼 整个生命就好像越来越破坏 这个是没有智慧的象征 但如果我们有智慧 整个生命就会提升了 就会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而基督徒应该追求属神的智慧 如果愚蠢的道路,结果是很多问题 而很多人因为没有智慧 生命就会破口,就会有不同的问题 这些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好,我这里也在这里讲一讲 因为刚刚这个礼拜有个人问我 他问我,你怎么这么健康,没什么疲倦 他问我 我说其实有很多因素 因为我真的第一,跟神的关系好 神特别照顾,我多谢天父 我这么大年纪都没有老花 身体有体力 从早到晚都可以专心去做我要做的事 当然我不是经常做的 我一定会是有运动 有应该要做的事 有跟我太太去 我们有踩单车和拍照照 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活动 我会享受生命 但我有的时间在家里 我是不会停的 我总是有很多东西写 因为我有些书都要想发出给很多人的 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的书 《轻松得胜》 你待会可以问问我太太 我说其实我三方面都要保持我的生命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保持 我们的生命 有很多人有时候微老先衰 微老就已经很累 不能够集中,又不开心 这都是智慧,即是保守我们的生命 包括灵 就是珍惜和神的关系 珍惜神,神你真是好了 你是我的一切 善事亲近神 有侍奉神,又祝福人 就是我们总是有神的同在 然后我们的魂 亲近神就轻省喜乐 我们一亲近神,神就欢喜乐 所以我们是可以开心 这个是智慧来的 世人他想有智慧是什么呢 去玩,去吃,去饮酒,去旅行 但是这些得到的开心都不是永久的 但是我们赞美神 哈利亚 那就是天父神的喜乐就来到 当你用你的灵祷告 一想耶稣 耶稣的喜乐就来到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 那我感谢神 有喜乐一个人是会健康很多的 而且都处理任何的罪和情绪 就是我不会被任何人影响我的情绪的 又珍惜我的生命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而且马上处理人的问题 有什么人的问题我立刻处理 我不会吃人的垃圾 我不会将人的攻击、批评 就是被他影响的 但是我会处理 如果有东西需要处理我会处理的 然后身体了 健康的食物和阳光台运动 就是我们整个生命保存健康 都是智慧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好了 我们今次继续讲 就是建立淑灵的智慧 讲到言语那方面 言语可以说是很多人 很有问题的方面 因为言语不好 跟人关系不好 就会被人影响 就会猛争 又会人际关系不好 很多事情都会失败 做得不好 圣经讲给我们听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留心听 这件事很难 是很难 为什么呢 很多人是没有兴趣听 有时我们在小组 那些人分享 我就很留心听 他有什么事发生 但很多人都在东张西望 一句分享 没有什么兴趣听 另来另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对别人的生命 没有兴趣 所以他不会很留心去听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宝贵 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会留心听 不过这件事我发觉是要成长的 其实有时都会听掉漏了 听漏了 这个都是我们沟通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听 其实你跟人关系好呢 你肯听呢 你的关系会改善的 那我用一些例子 譬如有个人说不开心 很多人呢 他们就会说 不用不开心了 祈祷就可以了 那他以为这句话 已经回答了你了 但是呢 其实呢 他这样说话的时候呢 令到对方觉得 他都没有留心听他的不开心 就是他不开心 好像没有人听到 但是我们会留心听 今次我的短孙 有一个人他就分享 他分享他的不开心的地方 他说呢 他想侍奉神 但是他不敢侍奉神 那他就说他有什么问题呢 他说呢 因为我的读书不好 我读书不好 所以我觉得自己 我读书不行的 所以我没有心事奉神 那那个人 有一个其中一个传道人 就回答他了 他立刻回答他 他说你信神神 就会给你智慧的 这个人说 我读书很难 我觉得自己读书不行 所以我侍奉他不行 那那个人就回答他了 他说你亲爱神就可以了 这句话好像听上来 好像是对的 不过他只是给他的答案 但是他没有回应到他的问题 我们聆听 是回应他的问题 不是只是给他的答案 因为那个人觉得他 他读书不行 所以他很灰心 那我就说 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么回应他 我先问他们 我说你试试说一下 他现在的状况 怎么回应 他们是说不到 于是我就示范了 我就说 你读书 你觉得自己读得不好 到底怎么不好 学什么不好 他说我读书的时候 我读完之后又不知道 说什么 我就回家重看重看重看 最后我明白了 但是被人瞒了很多倍 他说我听读又是 我听了又不明白 我听完 他又录了音 他说我听完又不明白 我又再听 再听 听了几次 我说你听完 明白吗 他说明白了 我听完 我就告诉大家 我发现到他 其实他虽然学得慢 不过他很有动力 不过他很有动力 当我问他 到底为什么 你觉得自己学得慢 我了解这件事 他就说 因为我学什么都听完 我不明白人家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所以我要重听 重看 但是他会有动力 我告诉他 我听到这件事 他虽然学得慢 不过他很有动力 他会重听重看 然后我问他 你看完之后 你明白吗 听完之后明白吗 他说我明白 不过比人慢很多 我说他说 其实他不是没有心 他是有心 不过他学得慢 我就跟他说 我说其实你有一种长处 你知道吗 你有一种长处 知道吗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的长处就是 你很肯去学 你学不到 你会重听重看 看到你明为止 听到你明为止 所以其实 你虽然比人慢 但是你总会学到 所以你比很多人强 你可能学得慢 但是譬如真理了 那你学得慢 那我后来跟他解释 有些人学得很快 学到很多真理 或者有些人听得很快 不过其实他又学不到 那你又学到了 那你慢慢重听重看 你学到一样 那你明一样 那你就可以开始跟人说 接着你明一样 你又可以跟人说 那你慢慢逐一样逐一样学到 那你就可以提升 那我就告诉他 这个人好像看上来很没盼望 但是当我听他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他并不是无心的 他是有心病 因为他比很多人强 因为他会重听重看 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潜质的 那我就告诉他 你可以慢慢逐一样学 那你既然慢慢学 你觉得有没有能力 可以将来侍奉呢 那他就开始去想 我又不是向他立即做个决定 因为他是不是愿意这样继续 我说虽然你被人瞒 但是你始终学到 那这个就是原来聆听的时候 我就回应他的状况 我不是只是给他个答案 很多人就给他个答案 譬如那个小孩说 我不开心 我不开心 不要不开心 他就振奋一点 那这个人根本 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 他譬如他可能被人欺负 我们了解一下 他可能被人欺负 他所以不开心 我们聆听了他之后 我们了解他的情况 然后尝试化解 这个人听的重要性 大家如果你想和人关系好 第一就是听 很多人就说 牧师我没有心机听 我没有心机听 我先问大家 你有没有心机听人说话呢 很多人都说 牧师啊 牧师 你为什么这么好心机听人说话呢 为什么你听这么久都可以呢 我会判断的 有些人重复跟我说很多次 我都会加个波给他 我说你想不想改善啊 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啊 你又没有做啊 我会问他 我不是永远都是他一直说的 但是当他我未了解的时候 我一定会听清楚他说的东西 然后我会逐步了解 到底他是怎么样啊 那我才能够帮他嘛 因为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珍惜生命 我珍惜你每一个 有时你都会跟我说你的问题 你其中很多个我都跟你谈过 我会珍惜你的生命 你有的问题 当我珍惜你的时候我会听 听之后我会看看 怎样的方法提升你 这样的时候我才能帮到你的嘛 如果我只是回答你 祈祷 悔改 看圣经 那你可能你做不到 或者你有点阻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想让神用啊 你想有更多智慧啊 你想有更多智慧 你不要只是教人怎么做 你教人怎么做他未必听得到的 留心听他说什么 你其实留心听 你家人的关系都会好些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在家 就只是哎呀 你很淫沉啊 很长气啊 就是呢 是没有听他说话的 但如果我们肯听的时候呢 人是会觉得 我们关心他会更加 更加去接受我们的帮助和关心的 所以我们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不要那么快说那么多话 更加慢慢的动怒 那么另一样东西 言语 我们今次讲到言语的智慧 我们要明白 言语不是只有你说什么的 譬如你说 坐吧 坐吧 吃东西 坐吧 吃东西 这个是言语的信息 但是情绪的信息是怎样的 坐吧 吃吧 好像喂猪 喂狗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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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觉得不被尊重 或者我知道你说什么了 你可以说 我听到了 我听到你说什么 很不同的 对不对 原来一个人的说话 是带着情绪的 我都见过很多人 他跟人说话 他又带着情绪的 他说 很难没有情绪 很猛 因为见到一些人很猛 其中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习 见到人的问题 有些可能他真的很有问题 很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怜悯只是怜悯呢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怜悯 你这么多问题 我忍不住 我没有心机 即是说 你没有心去帮助人了 大家想不想帮助人了 你想一定学习 有心机 那你有怜悯呢 你说他很慢 所以我怜悯呢 那你越怜悯 他会不会快点 很多人教数学 哎呀 都告诉你了 为什么会乘数表都不懂的 哎呀 三四一十二嘛 不是三四一十嘛 哎呀 你记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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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那么怜悯呢 他是不是越听到 他越听不到 或者你跟丈夫或者太太说话 哎呀 你经常都不听我说话的 那你越是这样说 他就越听不到你说话 因为他会 他的耳朵有个开关键的 人的耳朵有个开关键的 当你一吵的时候 他立刻已经在里面关了键了 他已经听不到你说话了 他听不到你说话 所以你说了很久都没有用 那我们知道的时候 原来吵吵吵吵吵 有没有用啊 是没有用的 那我怎么处理呢 就是你说 不要紧要 我越平稳安静 我越帮到他 神越欢喜 我经常都尽量是这样的 轻松 他心里是很不耐烦的 那他情绪的信息就是 我不喜欢你 令我厌烦的 你很懒 我已经跟你做了很多东西 你都看不到的 好了 下面的说话 他说你做得很好 你很乖啊 你会考得很好啊 对不起 你会考得很好啊 不是会考 你会考得很好啊 那他情绪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看重你 我喜欢你 你是宝贵的 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啊 你和人说话是令到人觉得舒服啊 因为令到人觉得你是猛烦的 你一猛烦呢 其实效果是相反的 猛烦的效果是相反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猛烦并不会带来益处 猛烦只是带来不好的效果 而有些人他有很多东西说的 长戏多言 一起读一下 针言十章十九节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就是说 长戏暗沉是难免有过的 多话说难免有过 就是会说错话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长戏呢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激气 所以一有些什么 立刻避险暴露不断爆出来 在里面是藏着很多激气 我自己我鼓励大家 都处理生命 我里面是不装愤怒 和不装猛烦的 有些人的心是猛烦的 他很激气的 他觉得全世界都不好 家人也不好 哎呀 亏待我 我很惨啊 我很惨 当他一生都是这样的时候 他是好 他是越来越惨的 他是越来越惨的 有些人说 叶牧师你也好 你什么都好 但我告诉大家 我是经历过很多困难的 我是经历过很多人的 说话 攻击 伤害 是经历过多年 是受过很多不好的说话 但我就化解了 就说这些不是我的事 我不用放在心上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怎样言语能够柔和 谦卑有智慧 就是不被人影响 不要装那么多垃圾 心里面 大家有没有一些 猛症在你里面 现在 你有的话 你会找出猛症的原因 猛症是因为那个人不好 他不好 是他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猛呢 因为我们猛症是会破坏关系 还有破坏见证的 当我们猛症的时候 是有一个不好的见证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的言语行为会伤害人的 有时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言语行为会伤害人的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神啊你帮助我们 随时都说柔和的说话 就算对方不好 就算你和他相处 有时有些人和我说 我和某个人相处很辛苦 就算你和他相处有困难 那么很多人就会怯了 就会激气了 表情都流露出来 当你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影响不了他 反而他见到你 就觉得你很笨 觉得你令他越来越激气 所以互相越来越多激气 求主帮你 人的问题不用揹在身上 别人的问题 我们可以放手的 还有有些人以为 多说几次就会改变人了 但是其实 越沉气就越相反效果 还有说话长气会令人厌烦 还有有反效果 第四 他不明白让人空间和回应的机会 沟通会更好 什么是让人空间和回应的机会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就觉得这样 然后就说下去了 都没有被人回答 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说一样东西 然后又说另一样东西 有时有些人跟我聊天 说完第一个问题 就说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开始问他 我停一停 有些人说完第一个问题 第二第三了 那你想让我回应你 你是想我怎么样 因为有些人他只是想说他不是想听 所以他就不明白给人空间 有人跟我说 他说静了好像很不舒服 两个人说话静了好像 所以我一定要继续说话 其实不要紧要的 有时你说一样东西 让他消化 让他慢慢回答 他迟些回答不死 迟些回答不代表 没有声音 好像窒息 不用这样的感觉 有时两个人相处都可以安静一下 可以问一下他 静一下让他回应 不用那么快去逼他回应 逼他回应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也有时人将责任推在人身上 所以就会暗暗沉沉 或者只是看到他的问题 所以他很长气 好了 愚昧人说话是怎么样呢 就容易被人击亲 容易发脾气 就随便 随意说话 就容易得罪人 但是智慧人 就不容易被人冒犯 人家骂远也好 不要紧要 不用放在心上 三思 然后行 有三思 然后言 想完才去说 或者去做 和柔和 我们一起读 针言二五章十五节 行常忍来 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 能截断骨头 就是说你柔和 说话 就算个人很硬硬骨头 你的说话可以柔和地改变他 有一天可以改变他 有时你说 哎呀 未那么快改变 虽然我急 但是他未那么快改变 你急也好 他不会代表他快点改变 不要紧要的 慢慢来 就是柔和的心 人改变是很难的 人改变是很难的 我们接受人需要时间的 有时你 说了很多都没用的 有时可能问他反思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呢 为什么你觉得这么难改变呢 去问他 让他说出来然后我们就回应他 譬如他说 哎呀我呢 失败很多我觉得不行的 我觉得那些人都不喜欢我的 他说哪样我们就捉食那个重点字 没有人喜欢我 这句话就是说他曾经被人伤害过 他觉得没有人喜欢他 那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觉得没有人喜欢你呢 他们怎样显示不喜欢你呢 他们有做过些什么呢 我了解之后发觉 有时他未必是真的那些人不喜欢他 只是他觉得他不喜欢他 譬如有人跟我说 他说 有个年轻人跟着我坐升 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有什么不良企图 我就问他 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跟着你去你家门口呢 不是 他去哪里呢 他去第二层楼 第二层楼他哪里又跟着你呢 他自己坐升 你又坐升 为什么你会当他跟着你呢 原来他解释了一件事 未必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了解他的情况 我柔和地和他化解 化解他 为什么他经常觉得人跟着他呢 经常觉得人持续他呢 去化解这件事 另一件事我们就学习 善于应对 针完二五章十一节一起读 一句话说得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这件事是真的需要智慧的 能够说得合宜的说话去回应人 是有时是需要学习 还有要想的 我用一些例子 比如说有个人很激气 他说你做这件事 我很激气很激气 很多人就说 有什么这么激气 我做什么这么坏 那么就对立了 我们就要想了 我怎么说话 他可以柔和一些 怎么可以软化他呢 有时不容易的 可能怎么说呢 可能你说 我都听到你有点不开心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 令你激气呢 那就等他说 你的语气都会令他松开一些 你接受 接受他当时是不开心 我不是反驳他 我只是接受 我了解 我想了解一下 这句话是智慧的 就不是被他击倒了 然后反弹 很多人对话都是这样的 一个击倒了 第二个就击倒了 反弹 反弹的结果就是 不是好的结果 但如果你在那时候 你是会了解一下 我有什么做了 令你不开心呢 可能那件事是误会 我们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就尝试去回应他 这个就是一些智慧的说话 第一我们想善意应对 他一定是学习尊重他 每个人都是宝贵 就算有些人 很烦的人都是宝贵 有时我们觉得 烦的人是很难顶 觉得我没有心去尊重他 因为他很难顶 但其实他也是重要 他也是宝贵 他也是需要被人医治 而安慰耶稣很想医治他 我希望大家就有这个心 很烦的人 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我们就专心听他说话 就不要被他击倒了 又问神 我怎么回应好呢 回应他的感受先 譬如他明明在爆发着 我们就说 我看到你也是有点不开心的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 令你不开心 对不起 这个就是回应他的不开心 或者他真的很不开心 我说不如我们先安静一下 我们迟些再谈 这个就是一个回应的方法 这些说话的方式 其实你听起来好像 又不是难若登天 我都说 很多人的说话的问题 并不是难若登天去解决的 很多时候很少东西 什么事呢 在家庭 快点掃地 我刚刚掃完了 那就吵架了 你掃的不干净 那你掃吧 有没有听过这些类似的对话 就是两个针锋相对 其实呢 这些说话 快点掃地 那好吧 我立刻去掃 那他都立刻远回 但你越针对他就越强硬 但有些人说 有些人整天都是这样的 真的很难顶 但他越难顶 你越跟他对抗 后果就越差 所以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用一个柔和的心去面对 去回应的话 寻求神给我们智慧 也会回应他的困难 避免冲突 就是说这个人明明在制造冲突 或者有些事发生令到他很想冲突 但我就尽量减少这个可能性 都问神我怎样方法 下一次有人惹你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我怎样可以减少这个冲突 而不是直接反应 自然反应是什么呢 那些激气走出来 我们自然的反应 那些反应一定是不好的 还有由和地去引导他 这件事一定是我们被神更新了 有祝福的心态 然后才建立智慧和经验 这个是智慧和经验 大家以往 有时人惹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由和地回答呢 如果你未能够 你就要回去反思一下 下一次有人这样 很怒吵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回应呢 譬如其中我们一个姐妹 她是做那些装修的 我想到你的例子 譬如你那个人请你做事 然后她就埋怨了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这样 你又做到这样 那她很容易就对立了 你明明说是这样的 我照着你的吩咐去做 我用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用明白 这样的时候大家对立了 但是如果用一个方法 对不起 如果我令你觉得不舒服的 那你告诉我 到底有什么做得不对 它立刻会平静了 但是你一说 哪里是呀 你说是这样的 大家对立了 结果是不会好的 这件事其实很多人都不懂得 求主帮助我们 你想我们中间都有不少人想侍奉 不过有时我又听一些说话 他就侍奉 不过他侍奉完 接着那些人被冒犯了 被冒犯了 你永远都不改 帮了你都不改 哎呀有些相处很困难 哇 很容易怂啊 你很容易怂啊 就是这类的问题 就是说明明 好像是侍奉 谁知道侍奉结果 是伤害和怂症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那时候 去问一下自己 那句说话 讲出来有没有 什么目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说话 会不会是 达到相反效果呢 如果达到相反效果 就不要说了 那件事是没有用的 伤害的 是没有 是它要改变 那这样东西是要行动的 大家回家就试试了 如果你家里有个人 经常都令你很怂的 那你就想一下 我下一次 怎样用智慧的说话 那你想不到 你可以传WhatsApp给我的 他说这句说话 那我可以怎么回应 那我们一起去想一下 我们每个都一起去建立 我们的智慧 怎样方法可以 能够处理到这些问题 有时有些问题 都不能够解决 不过起码不要爆火 起码不要变成打架 尽量减少这个问题 就算对方错也好 都减少 有时我们不知道 是我们错也未定的 那我们都需要去改变 而多讲恩典的说话 就是我关心你 我欣赏你 我珍惜你 你是宝贵的 你是重要 我看到你的长处 我看到你努力着 你做得很好 有些人 他不是做得很好 那你就看到哪样好 你就赞他哪有 哪样他做得好 那这个是令到人有心的 其实你们中间 很多人都很有心 那我很欣赏你们 那我现在说的话 我都说你有心 加上智慧 你有心 加上智慧 你就做得更加好了 就是你们是有潜质的 那我们看到原来 有神的智慧是最好的 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的 还有我很开心 你帮我 人家帮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很欣赏 很开心 我喜欢见到你笑 譬如有些人笑 很开心的 我们就说 我很开心见到他笑 你会越来越进步 神会祝福使用你的 这些都是欣赏的说话 但有些人说 那个人很多问题 我们就在他的 有句话说 在鸡蛋里挑骨头 我们就在骨头里挑鸡蛋 他明明很硬的 我们找些好东西 其实有些人 好东西都不少的 我们就找些好东西 欣赏他 可能你赞一赞他 他立即听话回 因为你赞一赞他 而有些时候 我们都需要处理问题 说律法的说话 这些都是引导的方法 用引导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探讨 探讨就是 你不知道那种东西 怎么解决 然后你问 我们怎么可以解决 这个沟通的问题 我们怎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有些什么可行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谈讨 引导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想引导他 你觉得 怎么说话会好一些 你怎么跟他沟通会好一些 你可以怎么化解你的怒气 怎么心会松一点 我们去引导他 让他开始去想 因为人有时候很有趣的 他想到的东西 他会接受一点的 我们教他 他一路听 他可能一路听不入 很多人的耳朵是堵住了 是他听完说话 听不到说什么的 但是我们引导他 他想到的时候 他想了之后 他会说出来 就会可能是他想过 他会接受多一些的 引导他 你觉得这个问题 怎么可以解决 有些什么方法 关系怎么改善 我们需要教导 有时候可能告诉他 但是用的方法 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柔和聊天会不会好一些 其实是教导的 不过用问题的方式 多些用问题的方式 比如说 会不会多些聆听会好一些 譬如你试试聆听 那个人讲的东西 或者聆听我讲的东西 譬如我讲的东西 你想不想听清楚 这个也是引导教导的方式 但是不是用一个强势的方式 就不是好像 听着我讲了 你这样做 我们尽量用一个 不要用一个高姿态 而是一个柔和的方法 甚至我们教导之前 我们都问他 你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大家跟我讲一讲 你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你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为什么你这样说好呢 因为他说好 那你就讲 他起码耳朵会准备好 对不对 如果你都没有问他 他还没准备好 所以我们都会去问他 你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我们曾经试过这样的情况 你想我给你意见 好了 有时吩咐 吩咐很重要 就是我讲的说话 一句说话有大的情绪 我们吩咐的时候 都有一个柔和的心 比如说 麻烦你帮我洗碗 麻烦你做什么 我现在赶不到做 麻烦你做 那种语气就很多 但如果那种语气是说 你这么久都不洗 其实他想洗 但用了批判的方法 你这么久都不洗碗 你洗的又不干净 那这个就是一个批判的方法 那我们 求主帮我们 说话 总是 尋找进步 大家是否想尋找进步的方法 有些人 几十年都是一样的方法 到临死那天都是差不多 都没有什么改变 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是继续进步 是继续进步 那你又赞一下自己 那就是主 神帮我 我现在进步了 多谢耶稣我进步了 好了 最后指责 有时越指责 指责都可以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你觉得 譬如有个人 常常都迟到的 你觉得迟到 会带给大家有些什么不方便 你觉得你这样迟到的时候 我们一起合作是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指责 不过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用一个提问的方法 他就会觉得 就是被尊重一些 他就不会觉得 如果你一说 你迟到有没有搞错 这样 通常 其实关系不太差 都会变得很差 有时我们合作 都会有些不同问题发生的 但是呢 用一个强硬的方法 结果是大家都受苦的 好 我们这次讲 主要就是言语的方面 我想总结一下 就是说 首先我们的心里面有些什么激气 对一个人很猛 很生气 很生气 很支持他 他做些事情很有问题 我们如果谷实 一定会说错话 一定会令到他更加生气 所以我们首先 放下这个怒气 如何放下呢 是化解 不是压抑 不要压抑 压抑是什么 我其实很生气 不过我压抑 我不骂出来的 我心里很生气 这个方法就不行 一定说 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他是另一个人 假设他是另一个人 他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背着呢 但是我想帮他 那我就不是激怒他了 我用柔和的方法 先处理了耐心 那用柔和的方法 那件事也有得解决 如果不用柔和的方法 那件事只会更加严重 大家想想 你家庭的关系 是变得严重了 还是柔和了呢 如果你觉得 关系变差了 有些事情需要改善 首先我们就是说 我们里面的怒气 还有还没有说话之前 记实一件事 不要顺其自然回答 顺其自然回答 是什么呢 他骂你就骂回他 一定是 经过思考 他这样的情况 我如何化解 引导他 譬如他很生气 那我们都说 我用一个接受的方法 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开心 你不要把字强小了 我知道你现在生气到爆火了 那他就更加爆火了 我知道你现在不开心 你可以告诉我 我会听你说话 他会舒服很多 你跟着我一起说 我知道你有些不开心 我会听你说话 你告诉我 我们一起找个方法 好吗 是不是这样舒服很多 这个也是智慧 这个智慧你学完 是不是可以进步 可以进步 这个礼拜行不行 不用等十年的 不用等十年的 很多教导已经放在网上 要做食材 做食材 做饭 给他喝 你试一下这根 总之用一个柔和的方法 有人说不要不要 那你又不要热火 他不要就不要 我喝了他,不用激氣 總是找一個方法去引導他 我們怎樣方法可以解決 怎樣方法可以更加進步 這些是有無限的可能性 待會我們在小組的時候 都可以討論一下 有人這樣說話 我們可以怎樣柔和地回應 但有些人的心就說 他這樣罵我 我說柔和笑話很不值 很不值 他經常罵我 我經常都說柔和笑話 但你可以這樣想 你越頂他就越不值 你會一生人都受苦到底 那你想不想 你會一生被他罵到底 但我們用柔和的方法 總有一個方法可以改善 起碼柔和一點 起碼沒有罵那麼多 起碼沒有吵那麼多 這樣就可以改善了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 尤其當我們侍奉的時候 見到一些很難頂的人 或者合作的時候很困難的人 我們都求神幫助我們 用一個柔和的心去處理 這樣用柔和的舌頭 可以截斷骨頭 我們的生命就很不同了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多謝天父神 教導我們真的知道 柔和的舌頭 能夠截斷骨頭 和一句話說的合意 就好像金蘋果放在銀網子裡 是很美麗的 一句話可以轉變一個人的心 有時一個人總是不肯信耶穌 有時可能我們說句話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你想不想有個方法可以開心 你想不想下半生會得更好 我們用一個關心的心 可能可以引導他去思想 引導他去尋找 一個令到他開心一點的方法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因為我們人很容易會 說一些愚蠢的說話 說一些激傷人的說話 我們需要耶穌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智慧有柔和的心 有謙卑的心 願意去祝福人 我們越祝福人 我們就越蒙福 我們越祝福人 就生命越減少痛苦 我們多謝天父神 你真好 耶穌你真好 我們感謝你 我們歡喜你 耶穌你真好 一起跟耶穌說 耶穌你真好 你的工作很奇妙 你的工作很奇妙 你改變我的生命 求你幫我 用柔和的說話 去引導人 去幫助人 生命得改變 多謝天父 求主也射免我們很多 粗魯的說話 傷害人的說話 求主射免我們 幫助我們 留意到我們的說話 裡面的傷害性 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哈利路呀 靠著 加給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我們凡事都能做 能夠在言語上得勝 多謝天父 祈禱奉 主耶穌 聖命 阿門 我都請大家想想想 這一陣子 你想想想 有哪個人 你現在想改善關係 你嘗試在這裡 自己小聲跟祂說 你當回家後 才對祂說 你現在嘗試說 你說 我可以說 什麼話 它會舒服一點 可能你說 我多謝你這麼多年以來 為我做些什麼 可能這些說話 都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你就在心裡想一想 然後你就向祂說 你向祂說 就是練習 你回家後繼續跟祂說 這樣可以改善這個關係 你想一想 哪個人 你想跟祂說一些好的說話 然後 你說出來 你回家後再嘗試跟祂說 你回家後再嘗試 你回家後再嘗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